各位血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鴻的戰解說 那麼今天這盤棋也是我在野狐九段的對局 那我是拿黑的 那一開始下這個新小木的開局 那今天來走一個大飛手腳 那白棋這時候常見右上點腳掛腳等等的 實戰白棋採取了右上點三三 走一個這個擋這邊試試看好了 擋這邊玩然後我飛一個 白棋頂完斑 那右上我直接要下的話 單場比較少一點通常會斑完斷一個 我斑完斷一個這個布局我倒是最近比較少在用 那今天來下看看好了 斑完斷一個然後白棋斷出來 這個我好像聽人家都稱它為這個大十字架定石 就是白棋 這邊看起來有一個十字這樣子 然後吃住 誒是說我前陣子看到有一盤棋的 好像有人是下這個長 長被白棋斷的時候可以再尖出來 這棋我就 不太確定那個 那是什麼情況 長斷尖這樣 感覺蠻特別的 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這個我是 但是沒下過 也沒擺過 不知道 那這邊的話 我針子不力就只能飛 主要是這個打刺的針子 打刺如果被立刻跑出來肯定不行 那我就飛一個 白棋這邊看它要不要補 它實在是立刻補 立刻補的話 那我接下來呢 這個 左上這邊掛還是說 下其他地方 好啦 左上掛好了 看它會不會來夾攻我 因為它自己在這邊尖的話 也是可以啦 這樣上面就圍一塊也是可以 這邊將來還是會有些味道 所以 這一排黑棋 並不是說就是 非常厚 並沒有非常厚 好 實戰白棋是走一個小尖 那我這邊如果說 穩健的話 我是可以直接走一個拆二 我拆二的話 它這個地角 應該是一個不錯的好點 我是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先掛到一下 掛到一下 再拆二 感覺調子就蠻好的 不過掛它也很可能會脫線 這邊夾攻 這個就 很難 如我所願 不過還是掛到看好了 總覺得如果拆個二 被人家地角 不是特別舒服 當然你也不是說掛到一下就很了不起 也沒有什麼 可能區別不是很大 就是一個心情上 覺得掛到一下有所便宜這樣 它現在應該夾進來 或者說 右邊看要怎麼進來都是好點 好這個夾 我可能再拖進去 拖完班 或者是跳起 都可以考慮喔 它上面這個正是 好像右邊跟左邊都算是蠻厚的 這種比較厚的情況下 我要進去好像 可能就變成直接這樣進 然後直接在裡面洗活一塊 比如說打這個它如果 蓋住然後就 兩邊橫跳之類的 不然它這邊如果再飛要玩長 其實繼續擴張也是蠻可觀的 喔 右邊它進來了 哇 這個布局我還是 沒怎麼下過 確實 今天也是做一個嘗試 這個旗 因為你如果不走的話 這邊有一些 碰進來的手段 要不然就是你要走這種夾弓 我是有看過AI好像會走這種 飛的旗 但是 情況我也不太確定是怎麼下 飛的話 不太習慣這樣的下法 如果假的話它拖進來我至少 它如果要 斷進來 啊拖完斷的話 我至少還是可以打吃打吃虎一個 這樣這邊有支援的話 白棋其實也還好 不過假的話白棋傳統上有個下法 就是它可以點完一下跳一個 好像點完一下拖一下然後再跳一個 白棋其實要騰摩起來 並不難 所以我就看說這邊要怎麼讓它 走的不要太舒服就好 還是說我還是走這個 走這個它一來有拖再來這邊有拆二 欸 這樣下是好嗎 我也不太確定 夾弓感覺它也是有蠻多藤螺手動 剛剛講的就是 傳統上這種點完拖然後再 跳一個 好不然就下下看好了 感覺確實不好攻啊 它這邊洗進來的話 可能我也不見得說要把它攻的 多慘還是怎麼樣 就是 一般分寸下就可以了 因為我剛才講說我這牌其實也不算特別厚 那也不能說右邊就是已經 想要想要去承控什麼 當然還是比較難 那這樣它這邊留一個拖的手段 拖我敢這樣去搬完爬進去嗎 好像 也是有一點點過分 暫時好像還行 這邊還有飛亞的可能性 不過現在看起來應該是左下拖最大 右下先不管它 還是說我要這樣頂一個啊 這樣頂一個感覺蠻俗的 我記得以前是有這樣頂完跳一個的旗 不過 感覺有點俗 好像不太好 那它這邊打吃完 應該不至於衝下 我左右都是我的人 所以它應該會直接貼掉 不貼掉單粒被我貼起 感覺它也不太好 應該它是會貼掉 這邊將來就搞不清要怎麼搜刮 貼掉完 會飛嗎 不飛的話我拐好像也是還不小 不過它現在這邊飛壓也是蠻大 我剛才講說去擴張它上面 對也是有可能 哇它這邊這麼狠喔 直接瞄準我這邊的味道尖出來了 確實這邊它有指力走出來的話 這邊尖的戰鬥 這邊戰鬥是正式打響 我應該第一手也是要貼一個吧 那它這邊會怎麼下 跳嗎還是怎麼樣 這個定時我真的太久沒下 所以 這邊戰鬥有點搞不清 不過它這樣立刻尖出真的好嗎 我如果是白起的話 我其實不太會怕黑棋這邊 走起來 因為 因為它現在這邊已經限制住我這一排了 其實黑棋這邊 已經走不了什麼東西了 那它立刻尖出會不會反而不便宜 要不然就是它為了 它想要把我斷開 讓我這邊變成一塊鼓起 也是有可能的 都得看後續要怎麼下 嘿 這三顆是 是可以棄掉了 並不是說 它是鑰子 其實沒有還好 不過我也不能太簡單 就這樣被它搬死了 那也是 不太舒服 我可能還是先靠一個 不過靠它肯定會頂 這樣下一手還是要搬死你 所以 我這邊要救 就是立刻 立刻去虎一個吧 沾的話 感覺對它比較沒壓力 虎的話至少 貼著它的氣 將來還可以再飛過來幹嘛的 或者是壓著它之類的 先救吧 好 不救的話 你簡單這樣往外跳 然後被人家搬死 那也 那也沒什麼搞的頭 先往外虎 那 這個 白旗 可能會出來嗎 出來我再繼續往中間跳 它可能想要順便搜刮一下我右下 譬如說它跳到這個再飛到一下 那我這邊 被立下就死了 所以就 就得補 我也是要看它怎麼操作 跳這個還是跳這個的 感覺就只有這兩個跳吧 跳這個我可能也是要飛中間 喔它實在用斑的 斑的 好像下得不錯 是嗎 不過斑的我就不太急著走中間 因為它這邊頭是軟的 不太能怎麼連斑過來 先拐吧 這不拐 不拐不能看了 那它現在還是一樣 一立我就死 所以 誒是說 我可能先跳中間嗎 不過它這樣可以硬喉一下先手 然後 把我弄死 這樣我也不太行 還是把它爬掉好了 爬了它也只有擋 那我再刺中間一下 看要刺一下還是 中間還是跳不到 跳它硬喉一個 這樣立下去我就死了 點刺 點刺應該可以 它應該是會只有沾 貼起來反而 唉唷 我可能 會斷拉這個 這一下應該也藏不到 通通走不到 好吧也沒辦法 立在這邊 立在這邊它擋是後手那可以 4 4 3 就想說立在這邊 等一下對將來這邊的點 可能會 會有幫忙 好那中間它可能會這樣走過來之類的 我可能再飛過去好了 哇這一個它從今天開始的這一串戰鬥 好像還是有 有賺喔 它把我中間這邊逼迫回去了 喔它現在在頂這個 就有點不太想理了 當然它吃一手還是不小 這心情上介於想理跟不想理之間 這是道理要不要 這就真的有點不想理 喔算了還是理好了 不然真的被它吃了 它整個都連的巨厚了 喔那它這邊團過來當然只有黏 它順便滅住我的氣 喔搬過來 搬過來我當然就只有搬了 唉唷它這個搬我覺得 好像不太像好騎耶 可能我貼它要再連搬的意思 它想說順便把右邊走後吧 會長還是說搬過來 搬過來我應該也不太可能斷 喔果然是要搬過來 這個我敢搬嗎 可能還是得搬喔 不過搬它可能會斷 這個就 這個戰鬥我好像不是特別有利 不過這個不 不搬就 不搬真的沒騎下 7 6 5 4 3 2 1 好像還是要搬 好像還是要搬 鼓起勇氣下棋 真的 跟九段下真的要特別有勇氣啊 真的太難下了 繼續連搬過來 縮回去嗎還是長 用長的好了 現在開始讀秒 9 8 5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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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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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像也蠻艱難的 直接斷上來非常狠 他先打吃 打完跳 打完跳 我可能還是要拐 先跳一下 不然我先跳中間好了 先把他跑出去 這白琪力量太強了 白琪直接沾中間 我以為他會霜 沒想到他直接沾中間 那我 應該還是要拐過來 他霜是覺得湊我藏出去嗎 應該是 這邊我好像氣真的蠻緊的 他如果頂到這 將會有些蛙斷的味道 我還是只能先藏過來 如果雙方這樣互相跳一跳 那倒還能跑出去 不過跑出去我黑血也毫無所得 除非說這邊有斷的味道 但是暫時被他打完 一貼還是死了 沒有用 我先往外跳吧 如果上面稍微破一下的話 那可能實地是還可以 點刺這個 刺這個怎麼覺得有點俗啊 好 他這要直接圍起來 這樣他單圍一手不就好了 刺這個感覺 有點沒必要 不過他上面這一圍我好像 實地是 的確不太行 然後就加上自己這一坨 又是非常的重 這條龍非常重 他這個我好像也很難檢討他 這邊是不是有這種直接挖上去 剛才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硬挖 我看起來好像不太便宜就是了 現在挖 他不能打上面嗎 打上面那四顆就斷了 只能打下面 然後再沾 那我的一段 這有這麼硬來的嗎 但總覺得好像也不是不行耶 硬來了啦 反正這局面不拚也不行了 前面被刮太慘了 這個尖出 這麼厲害 直接把我搞死 沒辦法現在只能 硬來了 他如果硬要兩邊兼顧就是打算靠出 但是 這樣子他風險也蠻大的我覺得 他有必要這樣嗎 應該不需要 就這顆他給我吃也沒什麼 他應該給我吃就好了 看他會不會這麼硬來 喔他選擇打這邊再沾住 哇這麼硬啊 這白起也是一指不捨耶 這個都不給我吃 天啊 真的是一指不捨 這怎麼硬貼下去然後就造死他 這可以耶 直接貼一排有沒有 白起會不會有點沒必要 說不定這是一個反撲的機會 直接錄下去 錄到底 然後再一跳跳完隨便飛什麼 這中間氣 不多吧 因為他這邊已經多了靠出 所以我 呃 會不會貼不到的問題 算了還是直接貼下去好了 現在會不會用斑的 欸斑 不過斑我就跳中間 他這馬上一手就殺掉了 欸這樣子喔 下這個 我會不會先點刺一下 好點刺一下 繼續一指不捨嗎 看他頭有沒有那麼硬啊 喔真的就是 拼到底了 他有沒有這麼 這麼這種必要啊 繼續貼 繼續貼完再 再一飛好像就掛了 還是沒掛 我的確破綻太多 是不是 的確 也是有可能吃不到 再貼 貼到底了啦 他現在我回去 那我一擋 他這五 他這六顆 呃 下這個 先擋一下好了 還是說我還是不行啊 8 8 7 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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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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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9 9 8 9 9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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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因為他剛才的確是好像不錯 他剛才應該是真的蠻不錯的局勢 跟我拚這個5050的東西 我覺得有點沒必要 這個我如果退 沾的話他搬我就 走這個 他就站出去了是不是 我硬擋 退的話他好像提出來 等一下我如果退的話 退他是怎麼樣 退他提完 跳這個嗎 好像氣也是不夠 還是要沾啊沒辦法 但是他這樣搬好像就出去了 確實 不過我這貼到這邊這邊 也是會有些味道 但似乎不見得有多少用處 哇他計算太強了 這麼精準 準備被KO了 貼到這 打吃完沾 但是中間爆掉了不行 4 8 5 6 5 先回到這邊退一下好了 不過這個跳過來 再 再跳 不是也是炸了 再從這邊跳出喔 大跳一個 到底有沒有搞頭呢 我如果抓到這一條應該是還可以 應該是優勢喔 但是好像難度也是很高 氣看起來很多喔 加上這邊 我剛才他點的時候我貼一個 這個衝是有味道 點之後接喔 衝上來 1 2 3 4 5 6 氣看起來是蠻少的 不過我這邊衝斷我這邊有一個斷 他是不是沒看到這邊啊 唉唷 直接衝上來了 我這邊單純比氣是比不過 但是我這邊衝過來再斷 這邊有一個斷的問題 所以 好險我剛才這邊沒有把他交換掉 他這邊氣太緊 所以我這一排 氣是ok的 那他只能從這邊來找文章 衝完斷這樣他不行 他這邊可能要頭痛一下 不過這邊挖看起來我也是 蠻有問題的 這個 唉這個挖我可能內打 再沾 斷我就拐過去 喔他走這個 是要拼結嗎 唉我這邊能不能硬斑啊 他挖我斷打 吃 這樣子 唉好像還可以 挖的話我就斷完吃這個 好像還可以 唉唷 該不會被我賽到吧 賽到吃這個 而且他這邊其實五顆沒辦法吃住 我等一下貼出去還可以 喔也不對我這邊還欠一手 哼 所以他這個沾等於有先手 那 不過他這邊總之欠一手 因為我至少五顆貼出去 就可以對他造成傷害 7 6 5 這真的有點賽到唉 3 2 1 這如果吃到真的是 可能最近 戰鬥起來算是非常勉強的一局 他挖的話我打吃完吃 吃完吃出去我反打這樣他不行 所以他現在就只能認賠啦 不過他現在重點是要趕快回去吃這個 7 6 5 4 3 2 他吃一下我補一下 還有兩次讀秒 他最後這一代的戰鬥好像 有點下錯 應該說他不用那麼倔強吧 我挖的時候他就適當的給我這一顆紙就好了 結果他就一直不捨 硬要全部救出來 結果現在 好像就死進去了 明顯是沒必要 他這邊還是 恢復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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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這邊馬上應該得補了 否則他一衝完詹 他吃回五顆這樣子的 局面 我可能還是不太有力 我這個沾好像也是後手 所以想說直接補在那邊好了 直接補在這邊 這樣要衝我 我這邊挖過來可以 那他左下還是得補一下 很可惜沒辦法去搞他左下 先打一下不會錯 沾應該是沾不到啦 沾這個 局面可能還是 還是不太行是吧 這邊貼完斷 可以收一波啦 把他那邊收掉 他這必須要沾一手 否則我 他必須斷一下 否則我一沾 左下應該垮了 1 6 5 4 3 2 1 唉唷他選擇用立的 有必要去立嗎 這樣我這個沾還是蠻大的吧 我以為總是斷這個比較大 這樣 欸我這邊貼完斷還可以再收一波 他必須 然後我就打吃打吃 這一袋整個收起來 這樣還有得拼嗎 我再回去斷這個 應該還是可以 這邊就是做一個氣紙包收 必須得用頂喔 否則他藏在這還不行 氣不夠 然後就打掉打掉 好 這個大飛怎麼覺得他還是有點怪怪的 先飛一下好了 反正他這邊加一下也是有先手 雙線的地方等於先把他下掉 不會有錯 喔 頂一個 我怎麼覺得他眼味不太夠啊 這眼味真夠嗎 9 9 8 7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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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他頂先手 吃完兩顆然後弄完 搞不清了 我還是先把它貼回來好了 好像殺不了 好像殺不了 繼續往前貼喔 給我製造麻煩 應該得把他這扳住 這起越發撲錯迷離阿 這邊他明顯是欠一手的 必須得補 但是他現在當然是先貼一下 製造我的麻煩 我周圍不夠厚阿 如果能藏在這邊殺他就好了 周圍還是不夠厚 我先下打好了 下打他打吃我再藏 不過這樣就可以收割三顆了 那我剛才這大飛真的是白虧的 白虧的阿 我應該就尖回去就好了 想太多 想要搞人家 結果自己虧進去了 不過搶到這一步還是非常大 還是最大的 唉 想搞人家 結果三顆反而被斷了 虧大了 我真的是虧炸了 真的 搞笑了這個 打掉 不過這個爬好像還是先手 不走被我夾死 這個腳還是有點味道 因為他外面都厚了所以 所以就不怕我 他可以進來搞 嗯 這邊也還有點味道 是不是我還是不太行 爬他不走我夾 喔他可以爬右 喔他沒起 看錯了 5 先斷這個 再回去頂這個是非常大 踢在這 這邊我有蛙的問題 這個蛙 嗯這個蛙我如果打在裡面 收氣 這個蛙 打在裡面好像還可以 9 8 7 6 5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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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7 9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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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9 6 9 9 打4顆 打4顆不會虧 打4顆完在這一 過去 這個過去他是硬在哪 拖住 拖住 拖住是不怕我搬 搬右邊他就斷了 我搬左邊 搬完打他總不行吧 不怕我搬嗎 這個搬是什麼 始終在戰鬥 還是要跟對方拚一下 然後再來這個拖還有這邊頂都很關鍵 這個 右下靠還是很有味道 4 3 2 1 哎沒超死 我很期待對方超死啊 就是這麼喜歡撿 撿小便宜 這是最後一個戰鬥了 哦斷 哇這個斷好像下的挺好 這邊我好像攪不出花樣 那我也是被吃炸了 還是現在反悔 現在反悔 也是虧了 現在反悔也總虧了 7 6 5 4 3 2 再跟結彩有關 哇天啊 拚進去了 哇拚盡全力了 這要跳嗎 還是說就爬 還是說就爬 爬 爬是緊他氣啊 還是跳好 跳感覺眼位比較好 我這邊也得提防他挖的問題 不過挖我現在是可以打通的是沒問題 是可以連通的那就ok 好 還是跟他拚呢 這邊還有飛進去 能不能呢 衝 他可能想先提我一下 提我一下 左下當結 應該就是打結了 現在看起來就是 拚這個打結 是不是用靠的會比較好 都一樣 都一樣 提過來 他的結彩 好像會不會比想像中少 還是這種結彩 他的結彩好像也不是說特別多 不過這邊兩個 這邊用完之後 然後 他那邊線成了兩個 只得硬 這種飛 不知道是不是解采 不然就是這種貼 這個貼一下手 就越虧越多 所以我等一下可能用鋪的 我先保留 鋪的是多一枚結彩 我如果硬得要打贏結彩 才行的話我就鋪 先貼他肯定會理啊 這樣吃住被有破光那不行 這個打結也是蠻拚的 我不知道我飛過去是不是解采 因為下部這邊有斷 如果這邊飛能是解采的話 那我應該可以 9 8 7 6 5 4 他還想著轉換嗎 讓我先回來 沒有 繼續打 好 這個飛能能是解嗎 下部可以斷 9 8 7 6 5 4 3 2 1 看不清了 先飛了 剛剛差點讀秒 其實還可以再多掉一次 他理了 看他有算清被我斷不太行 這樣我後續頂完一頂 頂完一頂好像快出事了 好 先再提再說 其實我剛才自己還沒算清 這個被斷 這個斷上去到底是什麼 算了 反正他硬了 那 這個 沾 他體我如果沾回去現在被一夾 還是死了 所以還是得透過這個頂 不過這個頂他再硬我等一下一沾 等一下他再提回來我一沾 是不是火了 好像已經火了 唉唷 對啊 這樣我姐打不打贏就沒差啦 我沾好像已經火起了 對啊 那我就已經搞定了 我剛才飛的時候他好像 印不太動 但是他提我這個局部 我就還沒看清楚 反正現在我應該是已經搞定 這個局部已經搞定 提不提好像已經沒差 還是先提回來 反正這邊有頂 還有一手頂 還有一手頂 等一下我確認一下他提回來我沾的話 他如果頂這個我沾 他斷 欸還是不火啊 是嗎 提我沾 斷這個 斷這個我可能要沾 他提我沾他這一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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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還是沒火耶 我忘了看錯了 欸等一下我沾一路是什麼 9 8 7 6 5 4 3 2 我如果沾的話他頂這一個 我如果是沾二路的話被他一斷 肯定沒火 肯定沒火 那我若是虎一路 他必須來滅炎 欸或者是先蟲 沾他頂我虎一路 他如果搬這個我虎 虎完立下就火了 沾他頂我虎一路 9 8 7 6 5 4 好像搞定了是嗎 頂我虎一路 他滅這邊我一煎就火了 好像可以喔 這個虎一路 看起來是死活要點 他點這裡當然也不行 不行 虎這個 他破這邊我就沾就火了 他破這邊我就 虎這個 這樣子就火了 他最後剩這邊可以拼 但是我上面都搜刮掉這麼一大塊了 那 那這邊我就 稍微縫一縫就可以了吧 這個我就提掉 這上面洗這麼一大塊 那下面這邊我就 退讓一下就可以了 退讓一下就可以了 還說這個挖掉這麼一大塊還是 局面不一定佔優 也是有可能耶 他現在會不會來用這邊搞 走這個 那我就做火 走這個 還是要 還是終究 虛意搞吧 還是終究要搞進來 還是終究要搞進來 喔 穿向眼 這穿向眼 還說我剛才應該繼續打劫 不知道 他是從這邊搞進來 那我就先沖 這個段 好像會有一場收氣喔 好像需要收氣 1 2 3 4 5 喔 還是得收氣 9 8 7 6 5 4 3 2 喔 這邊 穿這個向眼進來 還是蠻薄的 這邊 旗形上 整體太薄了 貼 欸 打吃完 再挖這個 太銷魂了吧 啊 剛才前面要說我把他拐住 就整個厚多了 現在這樣子 太慘了 打在這邊保護起來 4 3 2 好 我把他保護起來好了 打在這 這樣如果他只割掉這一顆 那我應該 還能接手 不過這樣被割掉一顆也是損 損失夠慘了 到底行不行 該不會我前面都這麼努力了還是不夠吧 真的是 這我斷不下去啊 跑完一打 所以我再打在這 不過這邊跑完一跑會不會有東西啊 這就是硬擋住 割掉這一顆 我就不知道這個 木樹上 是怎麼樣 有可能還是不行 這個被割掉真的虧蠻多了 他在頂住我立下 木樹究竟是怎麼樣 再擋住 再擋住 擋住這個跟這個 不知道哪個大 沾一下 還是得提 應該是這個比較大 那我再大飛 併一個 併一個逼我收起 還是我可以搶這個 我好像可以搶這個 這個好像比較大 9 8 7 6 5 我應該搶這個啊 這個收起 其實收不了多少 應該說我就算沾了 你等下還是得回去收起 那就 那就區別不大 挖就好 這個檔還是大 我剛才講錯了 我好像不能大飛進去 因為我這個 會有接不歸的問題 斷一下 這樣我其實鋪完 這邊要收的器不多 就還好 還好 這個木術到底是怎麼樣呢 這好像就是所謂的大殺小輸贏是吧 就是中盤戰鬥很激烈 所以看起來各種大轉換 各種 各種激烈 然後最後其實木術很細這樣 這邊 要收的器不多 所以就還好 等一下喔 它這個打 我如果沾的話 它會不會沾一個 還是可以沾 還是可以沾 還是可以沾呢 還行 它自沾這個 反正也只有四七 現在這個檔很大 我這個 我這個到底是要用小飛去破 還是 大飛好像它先斷 那被它收掉 那就 不用看了 這個斷大 還是這個斑大 不對這邊還是不能用斑的 啊 這個 這個斑 這個力大 還是左上的大 9 8 7 6 5 4 3 2 斷好了 懶得響了 那它會斑 這個是跳還是用凹的 現在全盤好像沒有其他木術 我如果用跳它可能會直接拖進來 我沾一下我可以爬到這個 喔 這個木術的計算 我真的 也是有點苦手 算了跳好了 我可以搶這個 因為木術 這種 關子的應對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像是如果全盤還有很多其他大關子 那我跳肯定不會有問題 因為 這樣等於我等下可以打 打到直接下的全力 其實是 喔不對喔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應該要 應該要猴一個才是對的 因為我這個打 其實對它來講 它也不太會理我 這樣子 等於說它等下拖跟我打到的機會 雙方5050 那這樣其實 應該不好 啊 下的不對 算了 爬這個它應該還是會理我 不然我這個立下先手太大 應該要猴啦 不過猴的話這個會被它搶到 然後我現在還可以再搶這個 打吃完 沾這個 也是可以啦 就 看怎麼想這樣 7 6 5 4 3 2 1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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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吶,這棋也太可怕了 可以沾這個 他沾的話我就 來鋪這個 那提的話我還是得收 不然他一走的話我沒辦法直接打死 收吧收吧 打吃 我這個跳會不會成為敗招 我怎麼覺得那個跳好像還是蠻奇怪的 我應該要猴一個 剩下這個斑 他應該會把這個斑掉 那我來衝這個 衝這個 然後再衝這個 唉這個斑 這 會不會其實我應該要跟他打結 擋上去跟他打結 不過那個也沒有什麼用 因為你終究還是會被打回去 只是暫時撐住而已 只是暫時撐住而已 好像還是輸了耶 最後輸一點點喔 他應該會搬這個 那我再收這個 唉不對我先衝這個 哇我上面最後還把他挖掉 結果還是不夠啊 天吶 欸搬這個 先搬一下 先搬一下 喔也沒用啦他提我沾不上 看錯 還好沒搬下去 是不是還是不夠啊 沒關係就收完 最後還是輸了一幕半 好那回頭再跟大家復盤一下吧 好那所以我簡單回顧一下 剛才對局 哇那看到下面這個勝率曲線圖 也可以知道 剛才這個戰鬥啊 真的是蠻激烈的 接下來就挑一些比較重要 比較關鍵的地方 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那首先是在右邊 白旗走這個 那麼 決意呢是推薦我應該走一肩高甲 可能走低的 比較會被白旗 同樣靠啊 去很努力用 那就走高的 白旗飛一下之後呢 靠完斷 黑旗就打算沾 白旗這邊衝下 雖然說 白旗把黑旗下面給衝破 不過黑旗在右邊這一帶 也是有所得的 雙方可下 大概兩分 那麼白旗這邊尖完之後呢 決意認為 白旗這手團比較不好 那就簡單藏出來 把黑旗兩塊分開來就可以了 那 黑旗靠一下補斷 之後再 繼續走中間 貼完再藏 那麼白旗跳下 黑旗在中間繼續大跳 好那白旗這個團的時候呢 我好像後面比較沒有拿捏到 他這個壞旗 我反而這邊虎 然後後續就 蠻差的 可以看到這一帶 我勝率是降的很厲害 那這裡 黑旗決意是推薦我應該靠一個 靠這邊如果白旗 再接著硬的話 那麼 黑旗立刻搬好像搬不死 這樣白旗 各種打吃他就出去了 如果走這樣子他可能會 接回去 不過 黑旗這邊可以繼續再貼 那這邊白旗就硬不動了 這樣子真的會被黑旗給貼死 所以說 這個再貼到的話 白旗就有點不好下 然後這邊要被斑二子頭 那這邊要被吃死 所以 這個白旗騎進上就不是很舒服 所以這裡決意他在靠第一手的時候 白旗呢就直接幫他虎 那麼黑旗長出 白旗再繼續走中間 我這樣繼續貼 那黑旗也就繼續跟著走就好 那這邊走到兩下至少 讓右邊這個拆二 白旗的拆二是有點受傷 實在走這個應該是有點緩 那再來這一步騎 決意也認為 我不應該去點一下 那他是說我可以直接補 那他補也是直接單體喔 不像我實在立在這邊 這單體可能味道還是 比較好一點 至少 立的話多兩枚結彩 立完打掉 這個結彩後面被對方發揮出用處 那這邊 他白旗是跳一個 他這邊的下法比較 比較積極喔 直接跳完斑 好 不過這手我是覺得還好 總之是前面沒有去靠他身上 然後反而跟著這樣子去印 這個 下得太笨重了 你看走成這樣子 這一坨非常笨重 那白旗這一帶 就已經幫他的拆二做很好的加強了 後面甚至直接這樣斷上來 直接檢討我 那自己加強不說 還要去搞你這塊 那這邊我們勝率 就已經降得很低了 那這邊過程 跑的過程這邊不多說了 好 那這裡決議是說 我不見得要立刻挖上去 這個挖就是引發後續整個大亂戰的一個契機 那這邊決議是說我可以靠這個 追究他的騎形 這邊 白旗他立一下 然後 他這邊繼續刺 但是黑旗好像沒有印住 直接立下去 這邊雙方一言不合 這樣子 不過黑旗立完一下之後 又走到外面去 但是這邊全被白旗給補住了 那這個他去靠 反而被白旗給全吃住 這邊老實講我其實有點沒看懂 但是他總的意思說 我在這邊搞一個東西 然後讓你多花一手旗去補 你看這白旗等於說落一個後手 那這邊 這邊我現在等於說外面輪我動 我看要怎麼去攻擊他 不過這個攻擊也還是蠻複雜的 我覺得 還是不好下 嗯 這邊其實 有點搞不太清楚 其實還是蠻複雜 這個挖完斷 是我當前能想到 就攪爛局面的方法 不過就像我說的 這邊 白旗他實戰應該就簡單下就好 把這顆氣給我吃 其實 沒什麼大不了 兩顆都氣掉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因為他這樣打完虎 其實他整個這邊也是變很厚 然後 還可以去壓 壓破一下我這邊4顆 這樣子下其實白旗就簡明不錯 那這樣直接飛 那局1的下法 直接兩顆都給你吃 也沒關係 那勝率 還是黑旗 蠻不太好的 那實戰白旗這個 這個沾應該是很沒必要 後續局面就變得比較亂 那在 這邊 白旗中間這一條破出去的時候 決議是認為 我不應該從這個長來去引戰 決議認為我這5顆 必須得跑出來 確實是這樣 因為我後續實戰 雖然吃到他左邊 但是5顆被吃掉的時候 其實 木數還是不夠 我這邊應該5顆要救出來 貼完跳 那 雖然說我自己這邊 我那時候想的是說 我自己這邊不活 這邊再被刺到 那其實整塊都不活 所以我如果要攻這塊 還不如我去攻這塊 因為我一場之後 跟左邊有個支援 所以那時候想的是這樣 但是其實 我先去攻他的時候 我先去攻他這一大塊 我不但是可以把自己5顆救出來 而且 他也來不及騰出手去殺我這塊 或者說也來不及去救這塊 那 如果說他這邊簡單這樣沾的話 我甚至 就是 藉由攻擊的過程 譬如說就補好左邊這塊 那 後續再一場 他等於說直接安樂死 都有可能 那我又順便救了5顆 那就非常好 喔 所以他這邊是更積極 直接往前跳 那麼 黑棋他直接衝斷 那 白棋在靠 我靠完班 哇這邊後面的戰鬥 可以說還是一個超級大亂戰啊 這一塊 這一塊 然後黑棋這邊5顆 加上左邊這邊 然後還有 白棋這一長條 然後還有這一條 全部都不活 通通都不活 大家大亂戰就對了 然後勝率也是50幾 這個太可怕了 那我實戰等於說去長 但是其實這時候 好像後面看其實白棋就算簡單這樣子 吃我也是不太夠 但是雙方 實戰沒有去做那個形式判斷不曉得 對對 就是像這個時候 其實 白棋他實在是衝這個嘛 其實決定認為白棋就把5顆吃住就夠了 那也就是像我前面所說的 我必須要把那個 貼出來 就是 前面好像這邊 這邊還是這邊 那我應該把他貼出來 把5顆救出來 攻擊他這一塊 那 這樣子才有勝算 否則這5顆一被吃 我即便 左邊8顆全吃掉 還是不夠 他的變化就是這樣子 對阿 這樣子的變化 那黑棋還是完全不夠 所以 這個白棋 實戰的形式判斷也沒想到 確實啦 因為 實戰的確來不及算 但總之他這裡還是吃到 所以黑棋勝率還是不行 那這邊剛才 所以他剛才衝這一步的時候 我好像 也是有別的硬法阿 不然怎麼會勝率有30幾阿 這除了衝也沒其他旗下吧 還是要虎這個 應該也不像 喔 這邊還是可以要貼出來 這邊還是要硬貼出來的意思 對 的確我始終重點應該是要把這5顆救出來 順便攻他這個 那但是我實在變成想成另外一圖 因為我想說我要利用這個沾的先手 所以就一直沒想去把這5顆跑出來 確實 太可惜了 欸 這貼是什麼意思 不是斷死了 蛤 喔 他可能是說就棄掉了是嗎 棄掉然後從這邊救 還是要挖 這就 這就不知道了 應該黑棋下一步就要馬上斷了 那就形成一場轉換 那這個圖看起來 黑棋勝率是比較可以 那可能 這一圖的話決定認為白棋再沾的話 應該搞不動了 因為這邊黑棋一沾 這個如果要比氣的話 白棋肯定不行 確實 我實在 欸一直沒想到要救這5顆 真是 太可惜了 這邊是第一個可惜的點 但是其實後面我還有好多個機會 我都 一一一一一錯失了 然後像是走到這邊的時候 這種木樹其實還不太行 但是他左邊這個東西 他剛才立下這手不好 他應該 欸前面這一個 喔 像是這邊我在搜刮他的時候 他這個立下一個不好 應該還是回去斷吃 這邊我左邊其實是有機會殺的 啊 那我實在這邊我看錯一個地方 我實在也有看到這部碰 但是 就是沒去下 因為我那時候 看錯一個東西 就是 我以為他這樣 吃嘛 然後 拐完立下 我以為他這裡面透過這個頂的先手 他是裡面是形成雙火 但是我看錯了 這邊事實上不是雙火 因為 他這個氣是被我掐住 他沒有整個連在一起 所以 等一下繼續收氣完 他會被我打回去 那裡面就形成彎三死氣 所以 我覺得蠻可惜的 那 這應該是有機會殺他 他決意就是直接推進我碰進去 這個 先鋪也可以啦 這邊應該沒有影響 不過其實這邊 這一圖 其實還是蠻 還是有點複雜的 因為 白騎這邊是可以透過貼出來 來跟你搞的 那 黑騎這邊有斷的問題 那 還是有一點複雜 但至少是有一個機會 應該這樣子去想 實在這一圖變成 哇 勝率還是 還是掉回去了 那最後是 我在 上面又搞出 這個花樣 但是 決意是好像認為說 我這邊搞出來還是有點不太夠 那不過 我這邊是 欸不對 應該說我這邊搞出去之後 活掉之後 那勝率是 雙方勝率就蠻不一定的 可能接近5050 但是我最後犯了一個 失誤是在於說 最後面這邊 那我們等一下再看好 先看這邊 喔 這邊這一圖是什麼 喔這個 好像不是很重要 這個是白騎 然後認為不應該去 猴這個 應該用挖 但是這個 這兩個圖我覺得不太重要 那直接看這個 這個是 衝 我實在是用衝的沒錯 那衝的時候 決意是認為白騎 還是應該碰進來搞 喔 對我實在一直以為 白騎會碰進來 不過他最後沒下 他是 把外圍割了一顆 那那時候其實勝率 其實是都蠻細的 雙方勝率蠻不一定 喔然後 這個病 這個病應該也不好 他應該把那兩顆吃掉 或者說單檔右邊 喔對 他這邊應該要吃這一顆 吃這兩顆 那 雖然很細喔 不過黑騎勝率就很難挽回了 對 喔這邊原來用尖的 大家可以看到 你如果用大飛的就不行了 因為這裡面有斷的問題 所以會有 會有接不歸的問題 所以他這邊就單走這個就好 他實在這個病 可能也是昏頭啦 以為黑騎會沾 但是 這個明顯不會硬 被我拖到這邊 其實 本來應該是黑騎要贏的局面 但是我最後呢 還是犯了一個錯誤啊 不是這個跳 這個應該還好 這邊 喔我應該要把他斷下去 喔這個 我最後我就沒有去斷他 因為我是想說 我不知道自己尾巴會不會掉 或者說我 我以為那邊收器 他本身結很多 我不應該跟他打 這結 然後 決意就叫我應該打 因為我用結彩也還可以 喔他只是 一直在掩飾打結的過程啦 那 我這個可能應該跟他打到底 因為我這個結其實 打輸了也就三木齊 那 所以我應該還是拼一下 因為我 我主要是沒想到我沾完其實是不夠的局面 這就蠻可惜的 所以這一盤棋 雙方戰鬥跌宕起伏 那 大家都各自有一些失誤啦 那 他的失誤就是集中在譬如說這邊 首先他就不應該跟我 搞那個硬戰喔 他直接打虎就行 那 我的失誤 比較像是說 像中間這邊 我五顆始終是應該救出來 去跟他PK 中間這塊才是重點 其實左邊五顆其實並不是特別大 那 後面的話是在於說 左下那塊 左下那塊不知道是哪個圖 這邊 左下這邊我應該是有機會殺他 那沒殺 那另外 中間跑五顆嘛 然後還有左邊這塊 那最後就是在這裡 我沒有去斷他 比較可惜的一些失誤 好 那這盤棋跟大家看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 大家收看